是毕竟药物是有副作用的,哪还有什么方法呢? 今天介绍一种从饮食方面解决你尝到垃圾的方法,让你轻轻松松清理垃圾。 1.茶类谢玉大黄山供菊花茶菊花在排毒方面有着相当大的作用,菊花茶有清热去或护肝明目,排毒养颜的功效。 2.如果体内毒素比较大,建议再加入玫瑰、莲子芯、甘草、百合冲泡,效果会更佳,体寒的朋友也能够饮用哦。 2.豆类食物五谷杂粮农家绿豆炎炎夏日来一碗绿豆汤真是再好不过了。 3.绿豆所含有的蛋白质、维生素等成分可有效补充新陈代谢中消耗的营养,并未体补充水分和无基盐。 4.此外,由于绿豆中含有一种球蛋白和多糖,能促进体内胆固醇的分解,因此可以有效降低血脂和胆固醇,其健胃利尿的功效也将促进新陈代谢,进而实现良好的减肥效果,让你拥有美妙身材。 5.纯天然红小豆人民币红豆具有健脾利水、清粒温热,解毒通电消肿的功效。 5.它有维生素B、钙、磷等元素,具有氢热区失排毒的效果,能消除面部水肿的状况,女士红豆既不上火还能够补血,好处多多哦。 3.蜂蜜农家自产纯土蜂蜜每天起床来一杯蜂蜜水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它里面含有的多种成分具有抗菌、防腐和止咳、清热解毒、驱皱消斑、养颜症气、节育通络的作用。 对于通便治疗便秘也有一定的疗效。 6月勤怀蜜喝蜂蜜水可以美容养颜、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是简单有效的养生方法。 而且它还对免疫力和心脑血管机制有促进作用。 其中含有的寡糖物质还能解决你便秘的苦恼呢? 4、多吃水果芒果肝芒果中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对改善便秘很有帮助,也富含胡萝卜素,可中和毒素,而且它还能能清热解毒、润肠通便。 芒果中大量的植物纤维能够促进排便,对肠道的清理有一定的好处。 甜心猕猴桃每天饮用一杯猕猴桃汁能够很好的改善皮肤的质地,它含有的丰富的维生素C能够降低胆固醇的含量,具有扩充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 如果用猕猴桃汁洗发一周增强改善头发的光泽,改善头发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